4年的4月17号 两次出现了中阳线 昨天的破趋势 今天有突破趋势 那按照规则呢 是昨天卖出 今天卖回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这个过程啊 对啊 这个过程 我们在几周前就提到过 从底部突破趋势距离比较远 对于趋势需要一个反复确认的过程 我不认为是下跌 但是过趋势呢 我们需要尊重趋势 第一次破趋势 就是又突破趋势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说了 后面可能还有 后面可能还有 当第二次再破趋势的时候 依旧是这样应对 先减两层仓 等突破趋势的时候再加回来 这个我们在差不多 几周之前就说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 趋势反复确认的过程中 不想挨打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根本就不理它 就是突破趋势你不理它 突破趋势也不理它 除非你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当时给大家的建议呢 就是在这个反复确认趋势的过程中 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大的工作 就是这样的少挨打 而不是不挨打 能力别的打意 这是在几周之前说的 不是今天说的 是几周之前我们就说了 以后遇到这样的行程 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应对 所以今天很多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原因是 今天早餐刚卖 是不是 累财就得买回来 这是大家很多不舒服的原因 我告诉大家 这里没有遇到特别极限的情况 如果今天早餐卖 过几天买回 问题就不太大 是吧 但是今天早餐刚卖 然后下午就去 趋势就突破了 但是呢 市场什么样的市场都有可能出现 包括前天就有一个人问这个问题 我说到时候再说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再说 但其实 我今天下午是14点55分说的 我是突破趋势买回 我就看 是不是很多的学员已经在这个时候 能够得到正确的结论和答案 其实大多数人还不错 我就没有提前说 就看看大家的反应 一定会这么做 好吧 一定会这么做 那么前面我们也说过 前面我们也说过 我说整体市场仍然出于低位 所以每一次趋势的突破 都要重视 就是基于一个整体的问题 所以根本就不用想 一定会买入的 另外呢 我们拿最近的这四天来看 上了指数的最近的这四天来看 真正折磨人的时间是这样的是吧 大前天 破趋势 因为它只差一点点嘛 卖出 昨天 前天突破趋势买回 昨天 破趋势卖出 今天突破趋势买回 这四天 四次投诉 而且都是不对的 可是呢 你于规则来看呢 又没有什么不对 这趋势的问题呀 我们一直说啊 这就是趋势的问题呀 如果反复的去 在趋势的上下震荡 反复的确认 趋势的本身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在一开始几周之前的所有事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说这不是核心 核心是什么 核心是第一 你只要控制住仓位 两层汤 它能有什么 对吧 就盈亏影响不大 然后呢 尽量的把这段震荡的 对趋势反复确认的时间段度过去 平稳的 安全的度过去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每当 而且我们一开始就说了 我说如果再下破趋势的话 后面大概率还是上传趋势了 我说下破趋势 然后再上传趋势 按趋势操作的成功率不高 一开始我们就说过这个事 不高 但是你还得做 挨打底认 这就是给趋势的尊重 趋势本来成功率就不高 挨打底认 所以我们这一波 相当于这个过程中 做了两次 第一次 120分钟 日线序列高点 是吧 卖出过一次 然后趋势突破卖回 然后昨天卖出 趋势突破卖回 做了两次 但这两次加起来的 你的损损能有多少呢 但你不做 主要在这个过程中 你不做 你的心里就没有规则 没有规则 你到学院区里干啥来了 干什么来了 所以不要有那么多过多的想法 突破趋势就卖 突破趋势买回 找那么多干嘛 两次房子怎么的 要么你 要么你 是吧 什么玩意 今天我说谁的人 洗的没心疼 没信心了 那你就别玩 那你就别玩 市场总是会洗人的 只有这样做 走下降趋势 套不住你 走上升趋势也甩不掉你 只有这样做 那趋势卫王这四个字 你怎么理解 请问你怎么理解 这趋势本来就是小概率的事 对吧 讲航情 现在不就在讲航情吗 碰到这种航情 老师也是无语 我没啥毫无语 这个好像很多 今天我们提前就跟大家说过 我说这个 二次下船上船趋势的概率很大 然后如何应对 这都提前说的 都不是说今天说的 对不对 只不过呢就是 怎么会出现 今天这个破位趋势 昨天破位趋势 今天就突破趋势 这种情况确实是比较少见 但是绝对属于正常 很正常 问题在于人不安贵的出海 老师说先两次 他怎么清仓了 清仓 所以心里不平衡 清仓 没必要的 再一个我最近一段时间 都跟大家说 整体处于一个低位 底部 我们主要的目标 是防范清仓的 对吧 被市场给洗出去 说了多少的 他再清仓了 说不过去 说不过去 来马清仓可毁了 去啥可毁了 今天我看指数涨了多少 2.14 晚上指数涨了2.14 你就清仓 你就涨了2.14 你买回来就完了呗 多大的事 屁辣的事 这去年下的吧 有阴影 下的也好 感觉也好 市场波动也好 这些呢 都不关键 咱们到学员区里来 是建立交易标准 和执行交易标准的 你们细想想 对不对 特区是你不卖 然后今天涨了 你感到非常的庆幸 这样的人反而比较危险 特区是没卖 今天涨了没卖就对了 所以这逻辑 就比较危险 能理解的大意 所以我们是要建立标准 建立标准的之后 是要执行标准的 可能预计不太好 对吧 因为这个前天的 这上周五 上周五 扬线 我当时都认为是有可能 结束调整的扬线 首先调整的速度并不快 再传一件这个图 首先调整的速度并不快 这样调的 其次 上上24调整了 17 然后又跌了两个T 然后又是一根中阳线 这根中阳线很有可能结束调整 但是昨天突然就莫名其妙的跳 24点的时候 我们的管理层出了一个 辟谣的小作文 然后我们还跟大家讲了 我说PLP的比较及时 因为是昨天小房谷崩 然后说了小房谷不应该崩 理论上是说这个意思 那么他出了几个信息 不是针对小房谷的 是针对于一些 没有任何发展潜力 财务作假等等 这部分的补偿 所以我后来总结是 小房谷被误伤 今天恢复是上涨 对吧 但昨天确实是 如果少跌一点点 五个点 就不会破趋势了 那他破趋势了 破趋势了就是破趋势了 那有什么可说的 还有一个说人们60分钟 和90分钟结构的这个事 破趋势的时候 针化是消失的 我们昨天第二张图就讲了 一开盘针化就会消失 而且它不是一个常规的结构 你看第二张图 对吧 这个近期总是出现不常规的 在这儿出现针化 划石头望标的地儿 很决定地 对样的没有双决定 然后一开盘 因为我们开盘是需要做决错 卖还是不卖的 一开盘的时候 针化是消失了 只不过它长了一边阳线之后 针化形成 结构形成 那么当 趋势破位的时候 在今天倒盘的时候 动化是消失的 所以卖出没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呢 等结构形成的时候 距离趋势突破 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那你还就不如等趋势突破 再买入 因为它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当 这个结构不是一个标准结构 我不知道它都没有创新低 然后你买回 买回尾盘的时候 再回落 再破趋势的时候 难道你再卖出吗 所以空间上他们一点点 你就等趋势突破再买回 这就是这波操作的整体逻辑 其实不重要 我说了不重要 就是目前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在这个反复确认趋势 这个反复确认趋势是一个 必须的一个过程 必要的一个过程 不能说必须的一个过程 必要的一个过程 等到后面的趋势 基本上远离趋势之后 它就不需要反复确认了 在底部突破上来之后 对趋势的是一个反复确认的过程 那我们核心的交易思想 叫做趋势为往 就这一步根本逃不开的 上传趋势下传趋势 我们就得了尊重趋势 所以挨打底认挨 过去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未来还是这样 你要是不想挨打 对不起 没有适合你的方法 好吧 过去我们也讲过 挨打底认挨 在反复在正当区间 反复过趋势 那怎么才能 就是我们认挨 但是我们能不能少挨 打得轻一点 能不能这样 但你要说不认挨打 那就是完全违反规则 违反规则的话 基本上就重回老路 是吧 凭着感觉做交易 所以今天说什么这那的 我就觉得就这部分学员 你们学到现在 啥也不是 好吗 四个字总结 啥也不是 打得轻一点 我记不住了 希望这次能够叠数调整 这次呢 上个五个就看好 结束调整 对吧 就叠了一根线 那这段去死 希望今天能够结束调整吧 进入到上升周期 好吧 我看一下生成值 生成值这个速度也不快 是吧 也不快 一上升 就是回落 回落成15度角 也差不多这样 15度角 生成值没有过趋势 但是呢 也是这个 调整 假如下跌 下跌的速度是这样 下跌的速度是这样 调整 下跌板指数 一样 下跌板算是比较弱的 当然中正1000是最弱的 但中正1000 它不是六大指数 所以我们就很少讲 下跌板这个角度 可能在所有的角度当中 是最弱的 但是也是 很多上升途中不太大问题 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么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也是 首先呢 比方说一个上升 上升之后 它就应该是横弹或者是调整 横弹或调整的过程中 它对趋势反复考验 这种概率就比较大 那么如果我们判定 市场对趋势反复考验的概率 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尽量在细节上去找高地点 比方说分钟线 如果能够找高地点 就是如何应对 就是反复反复挨打的过程中 如何应对 第一 在分钟线上找高地点 找到一次 比方说 震荡的低点和震荡的高点找到 它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小的利润 但是利润不大 不会太大 因为整个震荡的调整过程中 震荡的空间就比较小 你找到一次有利润 然后用利润来扛几次的亏损 扛个一两次亏损 那么就相当于第一次赚钱 后面两次过去是 两次扑克趋势和破位趋势的挨打 用赚钱的平复挨打 但是你要想不挨打 可能性不大 好吧 大家能理解吧 就是说 以后在遇到这样的行情过程中 如果能够找到分钟线的低点 或者是高点 用利润来平复一部分挨打 抵消一部分挨打 另一个就是 能控制仓位的情况下少挨打 如果你不能够用利润来 贫富一定的挨打 你就尽量的少 但是不存在不挨打 趋势的历史成功率 就30%点几 对吧 这本来就是成功率低的 也有太好的办法 假如说 有些重要的 你比如说在高位的时候 趋势又破位 在高位的时候 又找不到低点 找不到高点 就要打你 那就没办法了 你就得挨打 打不顾 关键是 关键是打不顾 两层场小意思 对 这一波我们说 两层场就是把尊重趋势以下 其实不是盼在市场 但是你最趋势里尊重 最规则里尊重 另外我们提前也说 大概率是要高位买回来的 都给大家有过这种 提前跟打过招呼是吧 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还是被行情这种走出所影响 我就觉得两层场把你演讲成这样 都要死要活了 你还玩什么玩 今年第一次有空听盘后直播课 直播课都有意思 争取听直播课 预计这次成功率高点了 所以其实洗两次了 空间时间都差不多了 其实上周五的成功率就比较高了 我都觉得挺好 如果上周五的话就不挨打了 直接好像就上去了 是吧 空间时间对电镜 然后两个期间 一切都很好 然后一个大阳线 脱离底部 挺好 结果周一突然就下来了 天不对人员 也没事 这把两层场能打低 你到底能打低 还有什么问题 今天大阳线能用单阳测底吗 单阳测顶吗 不能 不能 今天大阳线要单阳测顶 我预计你得测到三千 三千五六吧 今天如果测顶的话 首先它是个震荡 它不是接了那天下跌的地点 它是个震荡 所以就是如果这里是下跌的 比方说乘六十度角的下跌 接下来 然后底部再一个大阳线 大家可以用 第二个就是最好第一波完成了 比方说我们第一波测到三千二 第一波上到三千二 然后再回落 并且这下跌不处于调整下跌 然后再形成低列 然后再用单阳测顶 现在不行 不能用 两层场早上卖的 修盘的时候买回来 心里还是有点难受 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半天 不就是这个问题吗 不就是这个问题吗 一方面是心里难受 但这个心里难受 其实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 太近了 早上卖出尾盘就要买回 太近了 但是没办法 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没办法 那昨天破位趋势 今天突破趋势 你能怎么办 我就问你你能怎么办 你心里是不好受 我就问你 就面对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 你应该怎么办 按规则应该怎么办 是趋势破位不理它对吗 你觉得是不是应该不理它 但是当趋势破位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今天能卖回来的 那今天打回来了之后 你觉得早盘的卖出是错的 你这不是事后出隔吗 再向上 再向上还得 我坚持原来的观点 首先 空间得到3.2以上 时间是三个半月 现在快到三个半月了吧 现在多长时间了 你到三个半月 2月5号低点 2月5号低点 5月20号吧 520呢 三个半月 但是越来越接近了是吧 越来越接近了 因为接近啊 这个 空间电量 咱们变到3.2以上吧 3.2以上 后再有较大的 顶部的结构 那个时候再定义为 第一步的大搞定 现在 现在不会啊 现在不会 而且这个观点我们近期一直讲啊 也没有说 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是吧 一直判断商人多多调整 然后呢 到达空间电量以后 才会有 第一步大搞点的 一个迹象 现在目前来讲的 没有大搞点 近期也没有大搞点 所以假如说 我们判断是大搞点的话 对吧 或许是绝对不会直接量成长 但是对确实你得尊重啊 有些时候呢 就挺没办法的 就是你根本管不了行情 你一到这心里 内心深处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你管不了行情 你管它干嘛 涨和跌那是行情的自由 这边有什么关系 你能做到的 只有管好你自己 你来学员区 是学习一套交易的规则 你能管好你自己 是否遵守这个规则 这是你能管好的 行情涨和跌你管不了 我也管不了 他不管行情怎么走 我就本着一条 我就按规则来 这是我们能做到的 你只要做到这一点 我去确保你就不会犯大错误 不会有大问题 天天的为这一点点的涨跌 每天都不快乐 痛苦 我说你做交易 到底对你有何意义呢 没有规则的人 基本都活不下来了 市场多恶劣 对吧 没有规则的人 可很难活下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近期呢 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操作 就两张仓它也不会决定性的操作 近期来讲呢 就是把这度过去就行了 然后等到第一波的大高点 记住它的时间 记住它的空间 然后对后面的行情 下面的行情都会有影响 这是都提前说的 好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顾结束 谢谢大家